Hello 大家好 我是虫黄君 我们又见面了今天的视频 我们继续来做一个实验 就是看我们在没有打火机的情况下 能够有几种可以生火的方式 那么这种像钻木取火这种东西 我们就不做了 因为我的动手能力实在是太差了 我们就是来做几个比较简单的 你看这里有电池 以及口香糖的组合 还有一个万次火彩 然后这个是太阳能点烟器 这个是一个放大镜 我们就用这四样东西来生火 其中这两个是需要用到太阳的 我们等一下出去再来做 现在我们先来用这个 不需要太阳的两个东西 这个万次火柴非常的简单 我们等一下再来做 然后今天的重点就是这个 电池和口香糖的组合 我是从来都没有尝试过 我们来试一下到底能不能生火 那网上说的这种方式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取下一个口香糖 然后吃下去嚼几下 然后把这个电池捏在手里 一定要把这个口香糖嚼到充分 在你感觉这个口香糖被你嚼得已经非常软了之后 你就捏着这个电池 心里面默念你 生活 好了不开玩笑了 我们现在来正式做这个实验 就是我们把这个口香糖的包装纸 剪成这种两头粗中间非常细的形状 然后把这个两头粗的地方 给它用手按在这个电池的正负级上面 可以看到已经冒烟了 但是它没有着起来 哇有点烫手 你看这个地方已经烧的有点黄了 是不是我买的这个包装纸质量太好了 它仅仅是中间烧了黄了一点 但是它并没有着起来 那么我们就简单一点 用这个万磁火柴给它点燃就行了 这个万磁火柴呢 它使用就非常的简单 你看这样一滑 直接点燃 万磁火柴相比普通的火柴 就是它比较便携 然后非常的防潮防压 就是这样 还是一个非常精美的挂件 好了我们就是用这个口香糖生火 它其实是可以的 只是我这个可能我做的什么地方不对了 导致它并没有把火生起来 那么就是这个万磁火柴 它是非常好用的 现在我们到外面来做这两个实验 一个放大镜 一个这个太阳能点燃器 看看它们能不能成功的生火 这个用放大镜来取火 我相信大家小时候都玩过 就是用放大镜来把这个阳光聚集到一个点上 你看这个树叶立马就被点燃了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 因为现在已经是下午的四点多了 这个阳光已经不是很强烈了 你看现在也把树叶烧成这样 如果是正中午的话效果会更好 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太阳能点燃器了 它是用这个反射的原理来点燃东西的 它本身是用来点香烟的 现在我来把这些树叶的碎片给它放进去 看看能不能成功的点燃啊 这个同样的是要把太阳光聚集到这个中间这个点上 但是我保持这个姿势已经半分钟了 它好像并没有任何的反应 它连一个烟都没有冒 我看有没有被烧 一点点被烧的迹象都没有 这难道是我使用的方法不对吗 反正这个太阳能点燃器取火 我是失败了 那么今天我就用这个放大镜 以及这个万磁火柴 这两个是成功了 然后这个口香糖是成功了一半 因为至少它冒了几个烟 那么就比较推荐这个放大镜以及万磁火柴 大家用这个来生火的几率比较高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给我一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